-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跟你看店 讓看店更有跟 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5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帶你了解歷史上發生哪些重要的事件喔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6號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91年的2月26號 死亡公路 我們在那邊提到死亡公路 我相信一些搖滾樂迷們應該會直接聯想到的是ACDC的那一首歌 Highway to the Hill 我們所提到的死亡公路是在英文裡面所提到的Highway of Death 這件事情可以回縮到1991年發生的博士灣戰爭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場戰爭有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在4歲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回憶 只是到那一陣子好像在電視上面就是爸媽會看到一些新聞媒體在播報 就是在一個很多沙子的地方 沙漠地區 然後有發生這起戰爭 然後之前戰爭呢 就聽到電視機裡面那些主播啊 記者啊 都在講說什麼 在伊拉克啊 或是講一些我聽不懂的地名的這些地方 當然是講英文嘛 所以就只是知道說 就那個畫面上來看的話 就是有很多這樣子的媒體新聞在報導這件事情 這場戰爭呢 是美軍他們首次的利用現代的高科技武器投入實戰 空軍他們有使用了很多像是精準的導引炸彈 或是空軍他們是從航空母艦上出擊 所以就這個戰術上 或是就這個戰略上的意義來說的話呢 其實是美軍他們已經開始利用這樣子壓倒性的滯空權 或是一些電子作戰的優勢 甚至是還應用到了人造衛星等等的這樣子的一些技術喔 可以說是現代一個新型態戰爭的雛形喔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剛剛所提到嘛 你看我在4歲的時候都在電視上都已經看到這樣子的一些畫面 不斷的在每天衝擊你的這個視神經喔 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情呢 也是另外一項這個現代戰爭的特色 就是有很多的新聞媒體可以即時的把這些戰爭的畫面給傳送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所以其實我們到了2000年之後啊 甚至是到最近的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嘛 不管是傳統的媒體或是新的媒體 或是這種新型態的媒體喔 我們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收看到戰爭的即時訊息 這個就是現在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所以在戰爭期間呢 這些軍隊的行為啊 不管是美軍啊 還是伊拉克 任何參與這場戰爭的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的種種行為都會被拿來放大解釋 但是大家在聽了我們這個節目喔 或是在上歷史課的時候呢 應該多多少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其實戰爭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平民百姓喔 子彈飛過來打到你就是打到你耶 你也不會去說什麼 喔這個子彈飛過來 欸等一下等一下不行喔 你不能打我喔 我家裡有什麼小孩有的沒的 其實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喔 戰爭發生沒有人願意都看到 但是我們常常會把戰爭拿來當作是這種外交談判商的籌碼 就是說如果你不怎樣怎樣的話 我就打你 達到某種目的喔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這個現代戰爭的模式喔 其實已經捨棄掉過去可能在聽什麼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甚至是到之後的 比如說韓戰啊 越戰啊 到了波斯灣戰爭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看到這些戰爭的畫面的時候呢 都會有很多的想法跟感觸喔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呢 戰爭中的任何一個行為都是非常殘酷 但是呢 我們在事後檢討的時候呢 我們能不能從中學習教訓喔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學習歷史啦 或是我們這個節目H&M想要傳達的重點 好的 那我們回到我們今天要提到的主題死亡公路 其實是呢 發生在波斯灣戰爭已經接近到尾聲喔 那波斯灣戰爭最早最早的起算日呢 我們通常習慣是會把它定在1990年的8月2號 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這個時間點開始起算 那至於伊拉克為什麼要去攻打科威特呢 這其實是要回溯到在1980年代所發生的兩伊戰爭 那為什麼叫兩伊戰爭呢 基本上就是有兩個姓伊的國家 就是伊拉克跟伊朗這兩個國家所爆發的一場戰爭喔 他們從1980年一路打打打打打了8年到了1988年才結束 那這個伊拉克他當然就是欠了很多阿拉伯國家的一些債務喔 其中他就是欠了科威特140億美金 所以呢 伊拉克他們就為了要解決這樣子一個巨額債務喔 所以就希望能夠透過石油輸出國組織來減少石油的產量 來提高他們國內的石油價格 然後來償還這樣子的一個債務喔 但是呢 科威特他們這個時候就反期到惡行 他們提高了這個產量 然後讓伊拉克的油價下降喔 所以就是伊拉克非常的不爽喔 甚至是呢 伊拉克他跟科威特呢 也有這種邊境的糾紛喔 所以伊拉克他就指責科威特他藉由兩一戰爭的機會呢 來大發這樣子的一個戰爭才喔 所以就指責說 科威特你這樣子做有點太過分喔 接著呢 伊拉克他又打著這個民族統一的大旗 欸 你們覺得這樣子聽起來很像 跟最近哪一個國家很像喔 打著這個民族統一的大旗喔 就說 欸 你們科威特跟我們伊拉克好像是同源同根嘛 所以 欸 你不要分什麼你的我的嘛對不對 而且我們兩個國家就靠得這麼近 所以當時呢 科威特他提高了他們的石油產量 然後讓這個油價下降 讓伊拉克非常不爽的這個時候呢 當時呢 很多的伊拉克人呢 他們認為像是兩伊戰爭的這樣子的一個戰爭呢 還會再爆發 所以果然啊 在1990年的8月2號 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 波斯灣戰爭就爆發了 那這場戰爭呢 一路打 打到了隔年的2月 也就是說呢 波斯灣戰爭很快的 因為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部隊介入之後呢 打了差不多半年之後 這場戰爭很快就進入到尾聲的階段 那到了1991年的2月26號這一個時候呢 戰爭其實已經進入到尾聲階段了 伊拉克軍隊呢 他們就開始要撤出科威特 並且呢 在從科威特到伊拉克的非常著名的80號公路上呢 就擠滿了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車輛 當時在這個時間點的一個月前 也就是在1月中旬的時候呢 伊拉克的總統海山呢 他其實已經簽署了停火協議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要從科威特撤軍呢 其實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嘛 但是呢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在80號公路上面呢 就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車輛 很大一部分呢 都是伊拉克的軍隊 但是其中呢 還是有混合了 來自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平民的車輛 所以盟軍當時認為呢 伊拉克他們在撤軍的這個過程之中 守備上出現了一些漏洞 所以當時的盟軍呢 就對這一條公路上面的車輛進行轟炸 總計造成了大約1000人死亡的慘劇 被稱作是死亡公路 就在這個死亡公路發生之後的隔一天 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 他就宣布停火 並且呢 也宣布科威特被解放 但是當時的一些新聞媒體記者呢 他們在2月27號宣布停火之後呢 還是有觀察到一些美軍呢 他們有系統性的屠殺撤退 伊拉克的平民或是伊拉克的軍隊 所以呢 包括死亡公路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呢 這個對於美軍的形象來說呢 是大大的損傷喔 那加上說呢 當時美軍他們是有聲稱說 他們只是針對這個公路上的軍隊進行攻擊 但是呢 在事後的照片啊 調查上面呢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這些車輛呢 其實中間有很多平民百姓的車輛喔 而且更糟糕的是呢 這些汽車啊 卡車啊 平民所駕駛的這些車輛喔 有很多的平民甚至是一些民兵喔 就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趁火打劫 所以當時的這場轟炸行動呢 一直以來被當作是聯合國聯軍呢 在波斯灣戰爭的一個非常大的污點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喔 就是說呢 大家如果有玩過電玩的話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電玩遊戲 叫做決勝時刻 他們在2019年的時候呢 推出了一個重啟版的現代戰爭 這個現代戰爭的遊戲故事呢 大家可以去上網搜尋一下 簡單來講呢 就是美國跟英國的特種部隊呢 他們介入了一場虛構的中東國家 這個中東國家呢 他們遭受到了俄羅斯當時的入侵 從中得到了一些情報 接下來就利用了特種作戰的方式呢 擊敗了他們要擊敗的敵人 而這個遊戲當中呢 就有一個叫做死亡公路的任務 俄羅斯人他們在入侵這個虛構的國家的時候呢 在這條公路上呢 殺死了很多沿著公路撤退的難民 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戰爭罪 大家聽到這裡應該會覺得非常的可恥吧 就是說 就是說你既然都已經把這個任務叫做死亡公路了 那很明顯你就在指稱某一件事情嘛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在1991年2月26號這一天的轟炸事件 但是你在遊戲裡面呢 你是一個美國人做的遊戲喔 結果你把這一個歷史的罪行呢 強行按在俄羅斯人身上 俄羅斯人當然會覺得 你們美國人怎麼可以這樣子把這個歷史的罪名呢 按在我自己的頭上呢 這個帽子真的是扣得有點不太合理喔 所以這件事情呢 在俄羅斯的社群媒體上面呢 就炸鍋了 甚至是有很多的俄羅斯玩家呢 他們就來到了遊戲公司的社群平台上面的留言 非常的惡毒喔 但是這個遊戲公司的總監呢 他們就回應說啊 這個遊戲是完全虛構 他們雖然是取材自這個過去50年來 全球各地所發生的這些戰爭喔 但是他強調的是說 他並沒有打算要針對誰 所以呢才會利用這樣子一個虛構的國家 編出了這樣子一個故事 但是顯然呢 在這一款遊戲上的銷售啦 或是後續的討論度上面來看啊 他們的表現都沒有說很好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 波斯玩戰爭的這一段死亡公路的歷史的話 其實你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說 喔沒什麼大不了的 當我們知道說 這個故事背景 其實是有關於美國他們在戰爭期間 所發生的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事件的話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應該會覺得毛毛的 甚至是會覺得有點噁心喔 但是把話說回來 我們從一開始所提到的 有關於戰爭的殘酷這件事情呢 一個炸彈炸下去之後 你會去分辨哪一個人是軍人嗎 你會分辨哪一個人是平民嗎 這個炸彈炸下來就是產生了很多悲劇 所以當我們在看任何一場戰爭 即將要爆發的這個前戲 很多人在喊著說要把你就打啊 甚至是呢會出現一些像是用戰爭來解決戰爭的這樣子的言論喔 你實際上去思考一下戰爭的意義 戰爭所帶來的傷害 真的是我們在事後能夠後悔的嗎 而有關波斯灣戰爭或是死亡公路 這段歷史呢 我們大家不妨可以參考在1999年 所上映的奪寶大作戰 這部電影呢是由好萊塢非常知名的導演 大衛歐羅素所指導 他曾經因為拍出了派特的幸福劇本呢 讓真理佛勞倫斯獲得了第一位在1990年後出生的奧斯卡影后 這部電影網羅了 喬治克隆尼 馬克華伯格 冰塊庫巴 這三個非常著名的好萊塢演員 來演出這一部在波斯灣戰爭的時空背景底下 所改編而成的諷刺戰爭電影 這部電影的故事就在描述說 波斯灣戰爭停火協議發生之後不久 有三位美國的軍官他們意外在戰斧雲裡面呢 獲得了一個常有海山黃金的地圖 他們異想天開希望在清晨的時候呢 離開他們的營地來到這個地圖上的藏寶處大撈一筆 結果他們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卻意外捲入了一場插槍走火的衝突之中 這部電影雖然並沒有很多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 他的時間點是已經設定在戰爭進入到尾聲階段 美軍他們在慶祝打贏了波斯灣戰爭之後呢 透過這三個軍人在戰爭的末期去幹了這個蠢事 來諷刺戰爭的殘酷 片中也用了非常多實際上在波斯灣戰爭期間所捕捉到的一些新聞畫面 當中呢他們就有剪輯到死亡公路的這個畫面 我記得這部電影呢我在看的時候呢其實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當時呢我就是那個期待有戰爭場面的小屁孩 這樣看下來呢這部電影呢在當時我真是認為超級難看 難看到我根本就不懂他到底在講什麼 結果我長大之後呢再回頭看這部電影呢 我真心覺得這部片真的是諷刺到滿點 有很多他想要傳達軍人對於戰爭的意義 甚至是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還有新聞媒體在這場戰爭之中的角色 我認為呢大家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再看看現在世界上一些動盪的局勢 對於戰爭或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你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喔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所提到的歷史故事 這條號稱死亡公路的科威特80號公路 美國他們在戰爭之後的10年之間投入了大量的資源 在修足這條高速公路 結果這條公路在2003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 也就是呢波斯灣戰爭的老布希的兒子小布希總統 他正好呢就是利用80號公路 讓美軍從科威特入侵伊拉克的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更諷刺的是呢當時老布希在波斯灣戰爭期間呢 說了一句非常著名的治理名言 他說了我希望我的孩子永遠不會參與戰爭 結果小布希在2003年發動了第二次的波斯灣戰爭 而我們不斷的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之中 你似乎一直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那就是呢人類似乎永遠都不會學到教訓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歷史故事 波斯灣戰爭期間的死亡公路 以及我們所推進的電影《奪寶大作戰》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你們看過這部電影呢都歡迎在留言區上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呢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IG以及各大的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s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5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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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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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